好其实呢这个地震在22号的傍晚5点多左右呢 就开始有大大小小的地震不断的发生 那么国家级警报是响不停 不少民众是被吓醒了 就担心这次发生地震 那么住在公正街附近的居民 也都到福丁路上的露天咖啡厅来聚集 也有民众只带手机就逃出住处 带着简单行李就睡在车上 大家都希望地震别再来了 打开后车厢把椅被往后靠盖上茅毯 就是一张床 清晨天空还没完全明亮 花林却随处可见民众以车为家 23号凌晨两点半地牛翻身 实际0403强震后上千起余震中 规模6.3的最大余震 民众住在透天错超有感 看到富凯饭店与捅摔大楼出现明显倾斜 宁愿睡在车上也不敢回家 天遥地动夺门而出 民众话才讲到一半 另一波有感地震又侵袭而来 花莲从22号傍晚5点开始就一夜百震 还有网友晒出手机上的三大牌国家经警报 只喊半夜除了被摇手机也疯狂作响 彻夜未免的花莲乡亲涌入县长徐正蔚的脸书苦苦求放假 等到清晨5点半终于如愿停班停课 半梦半醒就被拉出宿舍 有就读慈济大学医学系的网友分享半夜学校展开消防演练 一大群人聚集在草原空地让他笑喊不说还以为是在夜市 花莲民众有了月初的恐怖阴影如今都会自主发起避难 记者李明镜实力请欢迎报道